2019年5月19號 莫三比克大型疫症 熱帶氣旋一代 3月14號霞帶狂風暴雨 襲擊非洲東南部 莫三比克首當其衝 傷亡慘重 洪水沖垮房屋和交通建設 上百萬人流離失所 此季震災團本日起連五天 在索法拉省提卡拉梅高 貝拉市以及首都馬不多 舉辦四場疫診 這是仁義會首次在非洲 舉辦的大席疫診 非洲國家是我們醫療 第一次踏上的那樣的土地 讓這些生病的鄉親們 能夠早日恢復健康 此季花蓮 台北 台中和大陵 四家慈院院長 帶領醫療團隊診療 這次風災以後 有人因為這樣斷了藥 我們看到是一個非常原始的 醫療的狀態 幾乎沒有人看過醫生 他們很多的病很嚴重 當地醫療資源匱乏 仁義會團隊 從一萬四千公里遠的台灣 來到這裡 上了那個翻轉非洲的 那一面悲心 我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要用力 要很精進地去把它扛起來 四場一整 總計服務四千九百五十億人次 我加入世界我會覺得團隊的力量很重要 那今天來到這裡 沒有後悔 我沒有後悔發的那個願望 摩山比克提卡中學的玉佛典禮 當地軍民不認識佛教卻熱情參與 因應風災重建 此際推動以公代正 復甦災區 協助災民 2004年5月19號 罹患遺傳性腦神經系統 退化疾病的潘氏兄妹 從新加坡來台求醫 在花蓮茨基醫院接受手術 腦部植入極為晶片 成為全球第二起成功案例 哭著來台 笑著回新加坡 兄妹受到熱烈祝賀 成為當地媒體頭條 我要非常地感恩 感恩幫過我們的所有的人 你會想到一來就有禮物 2007年5月 兄妹來台覆诊 進行頸椎側彎矯正 2008年12月三度來台 更換晶片電池 上人親自祝福 哥哥他會跟人家互動 他還會再精進 他還會再講得會更好 從年幼到成年 兄妹倆的生命奇蹟 是眾人愛的接力 是眾人愛的生命奇蹟